乌尔战争持续发展 西方阵营最近加强运送武器到乌克兰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 4日在会议上对美国还有北约发出警告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声称 俄军已经瘫痪了乌克兰东部的六座火车站 阻断乌克兰军队取得西方制武器的管道 还宣称俄军从黑海对着乌克兰 发射了两枚巡异飞弹 警告美国还有北约的意味相当浓厚 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